朋友们好 我是走遍全球贵强方 现在是2021年的 10月3日的商务 我在这个地方是中国 深圳 拿沙 华里 酒店 在这里 是因为疫情 被隔离 我是26号从香港 返回来的 这一次的隔离的政策 比以前 更加 要求严格 这次要隔离21天 至少在酒店待7天 居家 14天 去年的8月 我从香港 回到深圳 只需要 14天的隔离 而且 在酒店 只是 待了3天 就回家隔离了 而这次 今天是第14天 没有能回家 隔离 估计要待 7天 才能够 回家去隔离 说明 一年多过去了 疫情 并没有 结缓 结缓 反而 强化了 我们的隔离政策 越来越严 当然 我是 很理解的 我想把 在这一个 隔离 期间的生活 跟大家 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 入住的 华里酒店的 房间 这是 我入住的 房间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床 这是这个床 有两个床 但是 我 只是 一个人住 只是一个人住 我们再看 这个 这个 这个床 这是一个床 这是 它的物质 物质大概有 20多 平方米左右 这是一个电视 电视机上面 摆放有 我看的书 日记本 这是我的日记本 因为我每天喜欢写日记 这是我带的书 世界历史 两白问 这是 这个是他 酒店提供的一个 小 房 桌子 这个呢 是今天早上的早餐 早餐呢 有鸡蛋 有玉米 有呢 粉 还有一个 这个 小包子 还有呢 一盒牛奶 还有一个小点心 还在有呢 一个呢 就是 啊 这个 轴 这就是他 轴子上 今天早上 提供的早餐 他有一个 水壶 然后每天呢 还提供有 苹果 还有呢 香蕉 还有呢 圣子 啊 这就是他提供的 有一个 洗衣架 啊 有一个呢 挂衣服的地方 这就是他提供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啊 那么这是我摆上了这个 这个是呢 他的小物质里面 啊 小物质里面 这是他的 电源线 电源线 挂的地方啊 他还要有一个呢 就是 啊 这个 洗漱的这个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呢 洗漱 就在这个地方啊 看见呢 也是比较这个的 甲露的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总还是有 啊 这就是他的这个 洗手间啊 这洗手间 洗手间一个人 也足够用了 这是呢 这个洗澡 洗澡的地方啊 啊 物浴露 什么 供应那样的都有啊 这是他洗澡的地方 看见了这是他洗澡的地方啊 那么呢 这个说了 这个门呢 是不能够随便出去的啊 温馨提示 这是 出门呢 起擦起 戴好口罩 啊 这不是 随便就可以出去的 我们看了之后 但是呢 我可以开门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早上 没有什么人 请来起擦 啊 这个呢 就是 我们看一下 每一个 都有早茶公寓 每一个门呢 都有一个 由于一个凳子呢 每天 提供 中早晚茶 啊 这个是外面 我们看的这个情景 啊 因为现在没人 我们也不妨碍任何人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是地方 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 每个人 这个 有个 塑料袋 洗干 这个呢 医疗 废物 东西呢 垃圾袋呢 就放在这外边啊 大家看清楚了 这就是 外面的这个 啊 隔离的人员 每一户都有一个 桌子 有一个医疗废物的袋 啊 在这个地方 啊 这个呢 让大家看一看 不许出门的 不许出门的 这个呢 起东西之后呢 就马上进来啊 就马上进来 这就是 我们这个 在 这个 生活的这个 大家 看了之后 就明白了 这个房间 就这么大 每一天 24小时 就只能在这个房间 啊 在这个小房间 你有绝对的自由 但是 你就不能出房间 啊 如果说我们的生活 已经习惯了 在外面 你隔离了 你肯定是 感到非常 难受的 啊 是没有办法 啊 这个外面呢 是南沙 啊 我的这 镜头这一个呢 就是 南 这个是 南海大厦 南海大厦 在看的这个 这个呢 就是呢 深圳中游阳光大酒店 深圳中游阳光大酒店 啊 再往前面那个里面的恒大汽车 恒大的汽车 看得清楚了吧 啊 恒大汽车 还有一个 伊利达广长 伊利达广长 也就是这个 恒大汽车呢 现在呢 正是呢 这个 大家 议论非常大的 恒大 会不会倒下 我曾经走过一视频 如果朋友们 想了解 恒大的这个情况呢 可以 一步观看我前面做的视频 还有这个是 西 邓花园酒店 啊 西邓花园酒店 啊 我们看到了 还有 南越枫叶大厦 那栋呢 黑的这栋 南越枫叶大厦 这边是西邓酒店 再看这边是 华联城市中心 华联城市中心 啊 这边呢 再看这边就是它的 多层的建筑 啊 每天 我起来 就是要 向外面呢 多看几眼 并且呢 在这个小屋里面呢 要做很多的 这个呢 很多的这个 散步的工作 我以前呢 每一天要走 一万步以上 但是到这个酒店来 没有地方可走 就在酒店呢 自己走 那今天我想讲的呢 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在中国 已经注射了两支科兴 到了香港 又注射了 香港的 伏弼泰 美国的伏弼泰 可以说 这个 中国最高端的 科兴 美国世界之首的伏弼泰 都注射了 为什么还要被隔离 这个也是中国 的 对育苗的 清零的政策 或者说 是对我们的 科兴的育苗 对美国的伏弼泰 并没有那么 百分之百的相信 所以才会 有这个 让我来进行这种隔离 所以我认为 现在在西方 甚至在新加坡 都已经采取了 与病毒共成的政策 恐怕 这是一种 可起之道 而是中国那些 采取呢 与病毒的 清零政策 这个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是巨大的 也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呢 产生 非常大的影响 我来的时候 在香港呢 拿了这个 伏弼泰 拿了这一个 这个在香港 在香港呢 拿这个 这个 核酸证明 这是香港 政府出的核酸证明 这是呢 我在香港 做的 伏弼泰的 这一个 打针的记录 打针的记录 这是在这个 伏弼泰的核酸的 这个打针 现在香港政府呢 已经对 打过两针 科薰 疫苗的人 如果再打 伏弼泰呢 是作为一种试验 这种人呢 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我相信 在中国大陆 打了两针科薰 又打了两针 伏弼泰的人呢 应该是 不会超过 一百个人 我初步的判断 因为打了科薰的人 就不会再打伏弼泰 打了伏弼泰的人 就不会再打科薰 而且呢 这两针混打呢 将有可能出现 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打的 我打的我感觉 很好 除了地铁打的时候 伏弼泰呢 有点瞌睡以外 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个 这个如果说 国家 对自己的科薰疫苗 和对科薰弼泰 都充分相信的话 应该 不用 帮我隔离 因为 我可以说是打 科薰疫苗 伏弼泰 这个最多的 这个国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可以取消 这是呢 到这里来的 温馨的提示 就是到了这个酒店来 要看它的这个 然后呢 要一个个的对照 要填写 它的非常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有 还有呢 心理健康问卷 理居使 一马通 二维马 这些呢 都要这个的 都要这个 都要 都要 都要来 来来来来来 来做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 非常细致的工作 这个 酒店呢 这个呢 大家看一看 温馨的提示 这些都是要 一个个的填写的 酒店 现在对这个呢 防控的管理呢 还是做的 非常的仔细 也很严密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个一刀切的政策 是不可启的 尤其是像我 打了 复辟胎以后 打了 科兴育苗人 是不需要 隔离 即使要隔离 也都只能在家隔离 你根本就不需要 在酒店隔离 所以 我呼吁 我们 现在的隔离政策 要 应时应地的 做些调整 不能教条 不能刻把 不能一刀切 今天 我想呢 我就把 我在 在酒店的这种生活呢 介绍给大家 还有一点 隔离酒店 是自己 自费 日日三叉 不要看吃得这么好 都是吃的是自己的钱 大概呢 也不会太贵 大概 这个下来就是500多块钱 一个晚上 这就是 我在 中国 深圳 南沙 华丽酒店 的 日日夜夜的 生活的场景 跟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 大家 我到酒店 我呢 是每天 要大量的做步行的运动 并且呢 我呢要 这个我有写 日记的习惯 这是我27日28日写的日记 这个大家看看 欣赏一下 还有呢 我也喜欢呢 看书 带来这本书 这世界 历史 2000万 来这里看 不管怎么样 呆在里面 还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 你一大失去 这种 自由的时候 就是绝对的自由的时候 你才感到 这种自由的宝贵 大家 对今天 国家 所采取的 这种 这隔离政策 我是理解的 但是我就是希望 能够 区别 对待 尤其是对 打了两针 科兴打了两针 伏必胎的人 网开一面 让他们 自己到自己的家里面去隔离 甚至 就充分的相信 我们育苗的作用 完全不用隔离 我希望 我这个视频 能对我们的国家的隔离政策 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谢谢各位 网友 观看 我在 这一个隔离期间的这种生活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订阅 转账 请订阅 这个转发 和点赞 谢谢各位 谢谢朋友们 谢谢你们 请订阅 请订阅